我看你的经历当中 你大学参加了很多组织 还搞过很多活动 对 你今天有PPT吗 可以展示给我们 我有准备一个视频 是我自己剪的 可以 咱们看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我看了许梦这一段视频之后 我就会呈现出 这里可能有隆重的 包装的痕迹 就很多大学生 从我进大学第一天开始 我就要规划 我在大学里做哪件事情 然后必须干哪几个工作 可能都是通过精心地规划的 菁姐 我跟你感受不太一样 她这个PPT 我感觉就完全没有包装 她只把自己做的事情呈现了 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展示会更好 没有没有 我觉得他们现在的背后是说 包装痕迹之后 实际上你什么都做了 都是潜藏侄子 我们希望说有规划 但是我要有深度 不是为做这件事情而做的 而更多的是说 我真的是为未来就业 为我的爱好扎根下来 她其实才大二 对吧 你是下学期才大三 对 对她似乎要求有一点高了 我认为你在你学院里头 应该算优秀的学生 因为你也参加社会活动 也参加社团 你在学校里应该是一个优秀的学生 那我们现在如果要按照应届毕业生 甚至已经工作两三年的要求 去要求她呢 略微有一点高了 包括她现在可能连专业课都没开始上 因为我刚才在想 我大二的时候在干嘛 我大二的时候才刚刚开始出去做家教 我的感觉也是 徐梦绝对是一个乖孩子好学生 我的侄女就跟你一模样大 其实有很多的学生都像她这样子 而且做得还没她好 因为她已经在开始社会实践了 我其实是一个不是特别善于表达自己的 所以可能在媒体这方面不是特别的突出 但是我觉得我的一个比别人特别的点 就是永远保持好奇心 所有做过的这些东西 全都是凭着自己的好奇心做下去的 徐梦 我不认为你是一个不善于表达自己的人 现在定性这个有点为时过早 因为每个人表达方式不同 你相对偏安静 而且呢 其实你内心是有很丰富的东西 别给自己贴那个不善于 没有不善于 我有一个判断跟雅云老师一样 你还是有东西的 但可能就是 刚才我们一下子就聊到专业上了 稍微对你掐得有点紧 但褒贬是买主 大家可能真的对你感兴趣 所以说呢 你要挺住啊 刚才我查了一下 这个专业是2012年 国家大学才开始有的 她我感觉 其实这个水平 应该说挺努力的一个小姑娘 还是不错的